今天是2016年3月25日天氣晴 大猴起床後就沒看見小猴 走到門邊發現了一張紙條 親愛的大猴 我出門去玩了 什麼 大猴抵抖不了好奇心 決定出門去找小猴 外面溫暖的太陽 舒服的空氣 加上涼爽的微風 讓大猴的心情格外放鬆 哇 好漂亮的彩虹哦 大猴啊 你是不是忘記你的目的啊 哦 對哦 我得趕快去找小猴 踏上青青草地 前面的草叢裡好像有什麼東西 小猴 是你嗎 哦 是小綿羊啊 請問你知道小猴在哪裡嗎 咩 前面有間房子 你可以去那裡找找看 一路上遇到了橘子猩猩和香蕉耳朵的小狗狗 大猴來到香味四溢的薑餅屋 好棒的薑餅屋哦 大猴在薑餅屋玩得超high的 大猴啊 你是不是又忘了更重要的事啊 不能再玩了 我還要去找小猴呢 繼續尋找小猴的大猴坐上火車 進入黑鴨鴨的隧道 烏騎馬黑的隧道裡似乎躲著什麼東西 小猴 是你嗎 大猴拿出他的頭燈一探究竟 哦 原來是蝙蝠啊 你知道小猴在哪裡嗎 除了山洞後你可以坐船去找企鵝問問 於是大猴坐上海盜船 前往冰天雪地的南極樂園 遇到了企鵝 企鵝 企鵝 你能帶我去找小猴嗎 哪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們得飛上外太空的回奔 行秋 你準備好了咩 沒問題 戴上頭盔 披上披肩的企鵝 載著大猴飛往繪本星球咯 終於 在繪本星球的Party上找到了小猴 小猴 我終於找到你了 你來了正是時候 今晚的重頭戲正準備要開始 快點 我們一起倒數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2016 世界會本節Party Time Let's go 出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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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